大家好 今天是4月10月星期三 天氣就陰陰陰陰 但又沒怎麼下雨 今天我去TVB做節目 由9點到10點 今天做到9點5個字 不知道什麼事 各位突然間抽筋 我在出街的 那時候我在說話 忍住 但那位是抽筋拿著銅 之後做了支付360 到10點 第一件事就去7-11 買了合團煎奶 我想我3、5、7年沒買過了 就吃了兩塊蛋糕仔 這兩個蛋糕仔 如果我沒記錯 我20年沒吃過了 放了東西在那個位置 這樣才好一點 沒辦法了 可能天氣變一變 或者運動做得太多 好了 說回事 仍然都是等變 不過情況就有少少好轉 因為在現在這一刻 接近收市的時間 指數是回到24,250點 即是說技術上是接近10天和20天線 沒錯 指數是跌穿10天和20天線 但它沒有跌來 仍然都在那個區間裏面走的 即是說到尾是兩個字 等變 4月份的事已經去到月中了 但直到這一分鐘 恆指仍然是由5日的24,400 跌到7日的23,982點 屬於一個先高後低形態 但這個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第一 恆指現在這一分鐘 基本上在24,28點 根本上就在這個框框的中軸位 升300點就升破了 所以就不要太過武斷 市到底是先高後低還是會先低後高 一切都等變 我總是覺得復活節回來之後 會有些技術上的變數 而且很大機會是會輕輕推上去 當然知道了 一個月的高低位 怎麼可能只有418點 而且高低位的出現 亦都不可能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是全見了的 今天早點開始 指數好像閃一閃下去 23,994點 和近期的低位23,982點是相弱 即是技術上是沒有再進一步向下走 即是拒絕再跌深一點 相對來說 由於這個指數已經是 拿著10邊和20邊線 技術上來說是有一個是高位的格局 當然不知道 在現在成交金額都六百幾七百億 就算我先走回浸上去 我都不覺得是可以走到哪裡 首先來說 接近二萬五千點 你要衝高不是不行 你成交金額不可能是六百七百億 這些這樣的動力 事必一定是九百億、一千、上千億 這樣才製造到一個 砰砰聲、板聲向上走的形態 現在這一分鐘 我是感覺不到的 只是有一點可以跟大家說的 整個中期升浪的起步點 是12月28日的24,488 暫時去到3月21日的高位24,656點 有一點點放慢了 但由於恒指現在是24,23點 正在左邊的區間 即是咬著24,656點這個高位 換句話來說 技術上是屬於一個抓著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那又沒有什麼特別的黑天鵝事件 變成拿著貨的那些就遲刑 拿著錢的那些可能暫時來說不入市 但是也沒有太多的利潭的沽壓出來 就形成了整個大市 是處於一個高台整固等變 比以往在高位整固兩天 不對板已經是跌了下去了 但直到這一分鐘 我都見不到這個形態 可能復活價回來 市況會有機會 輕輕向上限都不頂 今天講到這裡